這個格式部分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年曆部分這邊有一個101年的1月1號星期五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產生這個日期之前 假設我先打一個日期 比如2007的6月28 那我希望把它格式化成什麼 格式化成我要的那個格式就是民國年 那最簡單的方法你可以這樣子先找到這個中華民國曆裡面的最接近的是哪一個呢 最接近的是這個有沒有 年月日可是年月日我不要 我要變成點點的話該怎麼辦 再記得切到制定 這邊請你把年改成點把月改成點 把日改成什麼呢刪掉 OK刪除 這個時候的話會出現什麼 我們要的民國年 但是又缺一個什麼東西 缺一個那個就是周期 應該是周期 先按確定好了 這個第一階段就出來 我看一下是不是我們要的第一階段 看起來有點樣子 OK第二個的話後面刮鬍周期 按右鍵 儲存格裡面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日期裡面有沒有周期這個選項 你可以切回到西里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星期期跟周期 那如果說你不知道說這個格式叫什麼的話 可以先點一下制定 制定裡面各位可以看一下 中刮鬍後面分號前面會有三個A 實際上這三個A就等於周期 OK那如果說你今天要把這個後面加周期的話 右鍵儲存格式 制定後面的話記得在分號前面 加一個括弧 然後呢加一個A A OK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有沒有周期就出來了 按個確定 我們要的格式就出現 OK所以特別注意以後 你要什麼樣的格式 都可以先從裡面先找到 然後再做適度的修改 比如說剛剛我是找到年月日三調 那日的部分呢再把它改成AA 那這樣格式就出來 這第一個 就是如果將來你要做一些制定格式的話 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完成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了解一下日期的加減 當然如果說你今天要用加減的話 你可以用剛剛講過那個datif 最簡單的方法 datif 括弧有沒有 那前面日期 比較前面日期是今天 所以today 今天 然後 後面的話 後面的話 要跟哪一個日期比呢 跟那個 2016的 就是 這個 這個 8月16好了 特別注意喔 你不能說 2016斜線 那個 8月16 這樣子 其實會有點怪怪的 為什麼呢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放的是什麼 變成字串 但是 它裡面應該要給它一個日期格式才對 所以如果日期格式的話 但是我看datif好像這樣也可以接受 我等一下試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呢 給它一個 剛剛是Y對不對 算它相差幾年 不過這裡的話 你可以給它一個什麼 D 然後這裡的話 當然 日期幫你算 它給它一個日期 給它一個這個 我們試一下 打勾看 OK 有的時候 給字串它也可以接受 不過如果不接受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就不能給字串 而要給一個日期的格式 那怎麼樣把它格式化成日期格式 我們試一下 這個時候打勾喔 它會幫你顯示出什麼 一個日期 那為什麼會是日期喔 按右鍵 除了格式一下 其實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這個通用格式 實際上 有的時候日期前日期回來的話 會是 應該是天數喔 可是因為喔 這個地方預設的格式 剛剛可能沒改到 改回來就可以 不過剛剛講的話 其實理論上 這裡應該不能夠放一個什麼呢 自串 而應該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日期格式 如果說你要放一個日期格式的話 特別注意喔 請你用哪一個函數 其他函數裡面 這邊有一個叫Date函數 利用Date函數怎麼樣 幫我們做格式化 這邊給2016 然後這邊給8月 這邊給16 這樣子的話 它就會幫我怎麼樣 格式化成一個標準的 標準的日期格式 特別注意喔 因為喔 如果是自串是雙引號 那如果是數字的話 就不需要任何東西 那如果是日期的話 請注意一下 標準的日期格式 請你要外面包一個Date函數 給年月日 這樣才是標準的 這個格式 那你會發現喔 下方格式出來 會是一個數字 那為什麼喔 實際上特別注意喔 根據官方說法 這個數字喔 實際上就是什麼 跟1900年的1月1號相差幾天 所以實際上喔 日期呢 在Excel裡面喔 也還是儲存成一個什麼 儲存成一個數字喔 OK喔 所以這邊的話呢 格式化出來 我們按確定喔 基本上它應該也是 會是一個天數啦 OK 那只是說喔 Dative可能比較體貼一點吧 就是你給它自串 它好像也可以接受 給它Date也可以接受 所以不過我建議啦 盡量用Date比較標準 這個是第一種方式 那第二種方式就是說 既然日期喔 這個是就是一個數字 那實際上 是不是我們可以換第二種方法 我們如果不用Dative 是不是說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 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未來那個日期 所以你插入Date函數 比如說我用2016的8月16 按確定之後喔 去減掉什麼 減掉Date 這樣可不可以 試試看喔 按打勾 回來一定也是一個日期 不過沒關係按右鍵 存在格式 改成什麼 通用的 確定 一樣是一個日 為什麼 其實到底很簡單喔 我剛剛講過 因為這個日期 它裡面記錄的還是一個數字 就是1900年的1月1號 到就是奧運那一天 總共好像四萬多天吧 那today也是四萬多天吧 當然未來離月後面的月久嘛 那兩個相減 數字減數字 就會是一個最後的數字了 OK喔 所以這兩個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大家了解一下 對日期格式稍微有點認識之後 未來再計算那個日期的部分呢 就比較不容易出問題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我想 下個禮拜再來看就是Dative 比如說我今天要算出什麼 精確到什麼 這個人出生到今天為止 請各位算出什麼 他幾歲了 又幾個月了 還有幾天 這個如果說 用那個什麼 如果沒有別的方法的話 我發現這個應該會算蠻久的 而且可能會算錯 但是我這邊是用什麼 用Dative來算 就可以變得比較簡單 OK啦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謝謝 謝謝